請問一下 如果就是那個路邊攤 它就是一塊抹布抹 也抹了彈 也抹了那個 鼻涕也抹了菜肴 也最後再來擦一次 所以之前就是 我跟妳講 有一陣子那個 糯弄病毒大流行 奇怪 妳想我去用餐 明明離那個兔的人很遠 怎麼那個朋友他也中標 就想說他們一定是抹布 從他的蛋 我待會兒就抹過來 一直抹 一直抹過來 一直抹過來 那朱子怎麼辦呢 我怎麼辦 那如果說去便當店餐桌 或是自助餐吃飯 小吃攤吃飯 那我們坐下來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衛生紙拿兩張先抹一遍 擦桌子 然後再拿有沒有 酒精再來噴一噴 老闆會不會覺得我們羞辱他 你動作我都沒在擦 其實不一定 其實最近有一些小吃店 他也很喜歡乾洗手擺在那邊 你就噴兩下來擦一擦 最近我在搭國內航線的時候 也是啊 連馬桶店上面也是噴一噴 是 擦一擦 其實也很好啊 如果餐桌的話你把它擦一擦 最起碼前朝的遺物 不會流到我們這邊 被我們吃進去吧 不是 我家裡面有小小孩的 我們以前小朋友很喜歡去那餐廳 坐著上 一直抓 一直摸 而且他趴在桌上很暖 然後下巴也扣在那裡 臉也扣在那邊 覺得都摸心摸 你這樣講得我很緊張 我一個朋友的習慣就很不好 他每次一到去吃小吃的時候 就手都是這樣 它的習慣 完全吸附細菌 對 把它再拉上來 然後再拿東西起來吃 然後又拿了給女朋友吃 早死 你一口我一口 那叫吃下去的病菌 就是看看當時有什麼病菌就對了 第一名 觀眾朋友你猜會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第一名就是 唉唷 妳看嗎 醫院樓梯的扶手 醫院醫生 沒有 還有醫生 還有護理醫院 醫院其實 真的第一名耶 這個是什麼 我們這個是新北市衛生局的調查 是 那可能就新北的醫院 少來了 我跟你講少來了 因為現在今年 我印象中是那個 我們室內空氣品質法 是最近 最近才開始要上 醫院是最近才上路 那那個時候之前在查的時候 大家都很質疑 醫院應該做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去調查發現醫院空氣品質 非常可怕 很差 沒有幾乎 當時沒有一家是符合 後來電子怎麼標準的 是的 因為醫院第一個 它是密閉空間 然後它一直是空調一直在那吹 然後細菌 或是咳嗽 分泌物等等 就一直在 就在那邊循環 其實大家講的是樓梯扶手 但是事實上 現在醫院的樓梯扶手 大概只有醫副人員會走 所以還好 一般人都是手扶梯或電梯 對…手扶梯或者是電梯 電梯其實我才是比較 也比較擔心一點 萬一這個是有栽病人的電梯 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醫院 大概都會分 病床用的 病床用的 或是一般客用的 但是即便病床 那個栽客用的時候 有時候推輪椅 它也會一起進去 對啊 那萬一正好是上呼吸道感染的 一些疾病 它咳嗽了之後 你現在看去進醫院 我們為什麼 一直叫大家趕快戴口罩就是這樣 不要… 只要去探病 可能還是戴口罩 因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病 是 或者是醫院的病人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不鼓勵大家去探病 但是探病的時候 一定要適當的保護措施 譬如說口罩要戴 那離開醫院 或是接觸病人之前 一定要洗手 洗手 這幾個基本的路 而且就是如果說電梯 它裡面的病菌這麼多的話 我們按電梯怎麼按 我們其實不要這樣按 不過我醫生都把它 我怎麼按 沒有 有一些醫生都把它口袋裡的籤筆拿出來 是喔 我有一個重點 千萬就不用用食指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食指通常會習慣去挖鼻孔 沒有 而且還吃掉 吃東西打吃掉 還在挖鼻孔 不要再挖了 我應該是吃東西 其實大概有很多人都會用這個筆 或是什麼 其實這樣是 那這隻筆不是很髒嗎 不會啦 它只是碰觸一下 你又沒有再碰 你不會拿筆來吃 你不會拿筆來吃啊 對 有些人會搖鼻啊 有些人會搖鼻 就是盡量不要用自己的手去按就對了 因為這真的很可怕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SARS期間 在香港那個桃大花園事件 桃大花園的感染 因為它當時它有局 後來發現它有局限於特別的樓 特別 特殊的幾個樓層特別多 後來就發現就是因為電梯 電梯的關係 因為電梯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事實上現在也有一個比較好的 就是醫院只要一出電梯 或者是在外面就有洗手的地方 洗手的或是乾洗手 所以就可以減少一點 還有就是做手扶梯 或是爬樓梯的時候 不要去摸旁邊的扶把 對 小孩子特別愛 可是人家扶把旁邊都有寫 本手扶梯有定期清潔 大家 定期消防 有 有 有 幾個百貨公司啊 幾個大賣場都有這樣 不過其實像到醫院我扶貨 他會特別把那個 後診室外面的椅子 他要做椅子 他就會特別擦 所以我可能要提醒他 那個樓梯的扶梯 還是要注意一下 他就覺得 大家這邊後診的時候要等很久 你這摸來摸去的那個椅子 一定很髒 那果然他每次擦起來的時候 都會跟我看說 你看 不要讓我垃圾喔 嘿嘿嘿 有髒有髒 那因為我們這一次是 新北市衛生局的調查嘛 那醫院的樓梯扶手是 勇奪第一名 它裡面的那個寒菌數 高達12萬多 比捷運的電梯梯多幾倍 你知道嗎 三百倍 所以捷運的電梯梯是固定 有人清洗囉 有 是不是 因為你知道捷運比那個 醫院賺錢啊 對 慈運沒有賺 最近比較爆炸 可是應該這樣講嘛 捷運相對還是比較 開放進來 健康的人 比較開放的人 那醫院呢 大部分都去探病啊 或細菌本來就比較容易自身的 然後摸來摸去 探來 所以我們是說到醫院 看病人之前出來 一定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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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甚至回到家 把衣服都換掉 是不是要洗頭啊 對 就還好 除非他是一直在咳嗽 或者是你在一些 要搞得這麼神經急 他也不是神經急 因為他們像之前某院就是 發生的那個院內的感染事件 是醫護人員被感染 對 醫護人員被感染 對 譬如說你到呼吸病房 或是呼吸治療病房 這比較特別的 因為用呼吸劑 或是分泌物比較多的 那我就會比較建議乾脆 進去回來的時候 就全身換掉 等同我們到醫院出來是一樣 到醫院去一樣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不要在電梯裡面 高彈擴論一些的病情 口墨橫飛 因為有時候病人也在那裡 也在那 電梯有時候要等很久 一進來塞滿的人那種 那時候就比較 很恐怖耶 而且最好在電梯裡面 不要再講話 我看某醫院的院長 他每次看他塞滿人 他都會自動吹出來 對 其實這樣才對的 你就減少被感染的機會 可是醫院的電梯很慢啊 就那幾個樓層 就等我去 走樓梯會不會比較安全